8月總共出了8款的 越式好食 全部都是越南料理 我覺得我的這個吃起來就是微微的煙燻味 它的麵沒有螢幕泡在汁裡面就整個爛掉 麵還是保有它的彈性帶 整體我覺得一樣就是酸辣清爽感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幹什麼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全家8月的新瓶 8月總共出了8款的 越式好食 全部都是越南料理 那我們就吃吃看吧 GoGo 那首先我們來吃這一款 越式火腿麵包 它應該就是相當於我們在越南吃的那個 法國麵包碗 他說它是道地越式火腿搭配 特調酸辣越式醬 經典醃漬清爽紅蘿蔔絲 跟小紅瓜 這裡面肉蠻多的耶 總共有4片嗎 我是相當的嚴格的 點名喔 1 2 3 4 它這一個是65塊 然後4片肉 然後一些蘿蔔絲旁邊有那種酸甜醬 它的麵包是法國麵包沒錯 它不是大紅包嗎 不是耶 因為大紅包的麵包是軟軟的 這個如果拿去氣炸應該是蠻酥脆的 那我來吃吃看 我覺得它的醬跟它的肉都蠻劣的 口味上基本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麵包的話我覺得吃到過後會比較好吃 可是它現在這樣直接咬我覺得有點偏 就濕濕然後感覺它麵包很緊實 你覺得呢 酸辣醬跟白蘿蔔絲還行還不錯 然後這個火腿我覺得吃熱狗比較爽 因為你大紅包買一組多少錢 不是幾吧 就是這個肉略少 熱狗吃一整根有那種脆脆的感覺 火腿就有點單薄 沒有吃熱的感覺 因為在我們的印象裡面 越南料理就是很便宜的東西 如果這個擺在越南應該就是賣個什麼 30塊之類的 那我就覺得哇很便宜很划算 跟它現在擺到便利商店價格而且還高 就覺得好像CT值就沒有那麼高了 就好吃的啦 但是就是略貴 65塊來說 不過口味我覺得不錯 下一個我們要來試吃的是 越式酸辣雙肉雙手捲 它名字好長好難唸 它說它用的是酸辣醬跟烤肉醬 棒 越南的烤肉飯 是不是吃起來會有點滾甲布列的感覺 那這個綠色看起來應該就是酸辣醬 粉紅色看起來應該就是烤肉醬 這個捲一個蠻重的耶 飯量很通常 來吃吃看 我覺得我的這個吃起來就是微微的煙燻味 然後味道沒有很重 內餡就我覺得有點少 飯太多了 妳那個肉很少 我覺得肉不多耶 我這個裡面好像只有肉屑而已耶 飄餅 吃起來就是酸辣啦 就是跟剛剛那個麵包的醬料是一樣的 但是沒有肉味耶 我覺得我這個只有煙燻味 好看有沒有什麼肉味 這款也有白蘿蔔絲 我覺得這綠色的比紅色的好吃一點 但是一樣就是餡料太少了 它外面就真的有特殊的意義嗎 它這個皮應該是那種春捲皮的感覺 但是很薄喔 那個皮基本上可以當作沒有存在 我覺得就是它梳很多的地方 因為一般來說這個是包海苔嘛 海苔有海苔的味道啊 對 這個沒味道只有顏色而已啊 這個出牌 它當時一份糧椎是55 雖然它是裡面價錢最低 但我覺得就是CP值不高 餡料太少了 有點過分 感覺都在吃飯而已 下一個我們要來測試 涼拌越式麵沙拉 麵沙拉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涼麵 這個份量看起來有點少耶 這個79塊 略貴啊 我的天啊 不然覺得我們台灣人能把它醬涼麵在 略貴啊 這個醬就是在裡面嗎 因為它這一包是花生米耶 然後有附一個 新生檸檬 這個肯定是靈魂啊 有一條駝肉絲 肉絲 生菜 然後下面就是麵 那看起來這個醬汁都是在麵的下面 辣椒還蠻多的耶 這感覺很像剛剛麵包裡面的酸甜醬 可是它這樣子麵不會被醬汁泡爛嗎 因為我們吃涼麵不是都是醬汁分開的 可能它這個麵體不怕泡爛 有這種事 哇 這個拌完之後看起來更可憐了 好少 好少 這個79真的是 好少啊 買了有點心痛 這個男生我大概要吃4個吧 4到5個才會飽吧 他的麵沒有因為泡在汁裡面就要整個爛掉 麵還是保有他的產性在 整體我覺得一樣就是酸辣清爽感 唯一缺點就是 分量真的太少 不過你夏天很熱你吃這個真的是 會很消暑 最好吃的就是味道很到位 然後醬汁也不會太少 東西都拌開之後你下面還有醬 這還蠻完圓的 口味也好吃 79塊 唯一的缺點 如果如果走輕食路線不想吃太多的話就很適合買這個 這好吃的啦 然後它這個洋蔥啊 這些點綴的搭配都還不錯 而且它的洋蔥用的是紫洋蔥喔 它的配料其實跟麵比起來算蠻多的 還可以 好了 首先味道很還原 它剛才在熱的時候我就聞到一股臭臭的魚露味 不可以在辦公室吃喔 尤其大家現在在冷氣房裡面你吃這個會不會白眼喔 對味道很重 魚露味很還原 對 對 我家現在全部都是魚露的味道 哈哈哈哈 一個分別是 越式排骨飯 然後這個是 越式酸辣雞絲飯 排骨飯的價錢是99元 然後雞絲飯的話是89元 99 那我對於這個排骨的厚度 有點意見喔 Oh my god 這排骨厚度0.2公分吧 這個排骨很薄耶 然後這個配菜的話 它這個是烘蛋 在越南你有吃過烘蛋嗎 沒有 它就是把那個蛋 生的 然後上面敲個洞 往裡面加鹽 黑胡椒 魚露 然後直接去烤 喔 帶一個殼去烤 對對對 它是一個烤蛋烘蛋 這個的話 另外一個它說是蛋磚 不過我看起來好像 這兩個看起來很像啊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排骨比較貴 它其實是給了3塊蛋 但是它把骨子給了1塊 這個肉就1口而已 這個肉量差不多就是我們去買一碗 小碗雞絲飯的 對對對 這排骨上面還有放一點醜耶 這個排骨 魚露味超級重 歡迎那個魚露味 抽是從這塊排骨蒸發出來的 它味蠻重的 吃下去夠鹹 那你看那個黑黑的這什麼 鵝嗎 好像是喔 因為吃起來有點脆脆的感覺 烘蛋我懷疑也有加點魚露 有 會加 有 會加 趕快覺得吃起來 為什麼感覺 不管吃什麼都有魚露味 然後我這個雞絲飯 它雞絲不會柴 蠻嫩的 嗯 然後它那個飯上面就會淋它那個酸辣醬 它那個醬很鹹耶 蛤 是鹹喔 我還以為是清爽型的耶 欸不是 它吃起來口味蠻厚重的 因為很鹹耶 所以它便當類的話 它就會把口味加重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排骨也很鹹 我很少會說鹹耶 然後旁邊一樣就是腹白的 不會讓你解膩 不然全部都太鹹了 它這個蛋你試試看 看兩邊蛋有沒有不一樣 口味不一樣 這個比較好吃 我覺得魚露味很重 不是我說這個蛋比較好吃 它的蛋不是一樣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 蓬鬆一點的玉子燒 反正就是一個便當的配菜 它的祭司飯 配料比較多耶 你看 毛豆 蛋也比較多 欸它吃又很鹹耶 鹹啊 這個怎麼吃那麼鹹 所以醬太鹹 醬跟肉都鹹 因為那個肉可能也被醃入味了 所以你要說好吃鹹味的話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我覺得那個排骨很痛 它就是多一個那個烤的味道 可是感覺也不是真烤 然後魚露味很重 好甜 好飲料 然後這個是G7咖啡特大杯 但它只有特大杯 它不是用原豆萃取 它是用濃縮液 這個我們也不是每次去都有 不知道是店家進貨少 還是它真的賣得這麼好 都要店家剛進完貨 我們去問才有 因為它就是萃取液嘛 然後它在泡的時候 就是把那個撕開倒進去 它就不是原豆的 不是原豆的賣65塊 特大杯啊 算是它有良心 也是很還原 又甜又品 我聞到你那個嘴巴咖啡味 可是我覺得喝起來跟柏朗咖啡有點型 柏朗咖啡那個經典口味 再加一點藍杉口味 就是沒那麼甜 但是我覺得喝起來就是柏朗咖啡 你形容的好到位 開玩笑柏朗咖啡也沒少喝哦 那個是我們這種辛苦人的好朋友 還行 65塊 蠻大杯的啦 你在外面做事啊 你天氣熱你也沒有冰塊OK啦 OK 普通 給過 好 那另外一款飲料 就是這個 酷冰沙 它這個呢 叫做南洋ABC 聽說是東南亞非常有名的小吃 結合了蠻多東南亞的元素 像是有 野奶啊 花豆啊 尖銳這些的 有點像磨磨喳喳的概念 這個配料表很厲害 這麼厚一把 這個不要給小孩子吃 好不好 我以前從來沒有喝過酷冰沙 多少錢 這個一杯原價65元 現在會原價的話是59元 不便宜耶 冰沙本來就不是便宜的東西 覺得還可以啦 那來喝喝看 這個很甜耶 有一點黑糖的味道 鮮罩照片 上面有一層大Facebook 不知道是不是黑糖 還行啦 蠻有東南亞風味的 蠻像的 喜歡磨磨喳喳喳的人 可以買看看 蠻像的 其實罰算耶 因為7-7有賣磨磨喳喳 但是它的磨磨喳喳 大概只有它的 3分之1 45 還是48 我忘記了 而且其實磨磨喳喳 你去泰式餐廳啊 賣的小小一碗 也都要60塊 所以其實 真的蠻划算的 然後裡面有那個花豆 它花豆特別寫 花豆吃起來的存在感還蠻強的 因為它就是會有一個化掉 然後裡面很甜的感覺 嗯 蠻怕太甜的話 也可以再買煙奶回來自己家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很甜 這個我覺得可以加一份Expresso 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們喜歡喝咖啡的話 我覺得太甜不是這個東西的缺點 這個東西本來就要吃甜的 但是就是會有比較怕甜的人 以便利商店的競品來說 我覺得它是優秀的 沒有品牌一家 熱好囉 這是今天的最後一個 越式牛肉寬粉 佛啊 這個肉真的是肉眼可見的少啊 大概兩三塊肉 這是一塊變成兩三塊 它的湯看起來蠻濃郁的耶 怎麼樣 還蠻像的 可以可以可以 還蠻像的 口味不錯 有像越南河粉的樣子 這個河粉的口感還不錯 我這一碗還原的蠻好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吃越南河粉 但是我想那麼麻煩的話 全家買一碗來吃 它這個口味甚至比很多那種 不好吃的越南店好吃的耶 很多越南店做的沒有它好喔 它整體的調味跟粉的口感都不錯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吃的人 你可以買 剛開始打開的時候 裡面是成果凍狀的 所以它的麵不會因為什麼湯泡太久而爛掉 這個好吃湯也好喝 這個可以 但是價錢就是 嗯 89塊 第一碗89塊 就是便利商店的價錢啦 如果大家可以介紹的話 真的就是推薦買 拋開價錢不說 這是今天第一名 也是妳的第一名嗎 也是 那第二名是誰 第二名 那個麵 沙拉麵 吃這個 把那個沙拉麵拿來當小菜 好吃 這是很好吃的一餐 好吃 但是價錢就 你在買個飲料 這餐快200塊 Oh my God 那叫寶寶捏緊 然後第三名 從第三名開始重缺 就我覺得這兩款比較好吃 剩下的我就 一樣爛 不會特別感興趣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全家新品開箱 如果你們喜歡看這個系列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他肌肉很濕 你怎麼被提醒我 我不知道啊 一般人這個時候不會上發掘 我剛才也想說那個 好啦 沒關係啦 很好笑 好笑 好笑